疫情持續延燒快篩世紀大缺貨 这家没有再换下一家 东方方安西早早快篩世纪就是没货 国内市售快篩世纪一记三百元 但政府征收价格较低 药局就怕赔钱不敢进货 只有民众开口才会帮忙调货 实测跑了五间药局要买快篩 四间都没有货 好不容易有间药局有卖 但只剩一壳五入 要是挥一挥手感到好无奈 有民众跑了两间超商快篩世纪也都卖完了 现在还有那个快篩吗 抱歉我们今天卖完了 然后下面一家也卖完了 你看后面一家有没有 请天论长苏专昌昨天宣布 征用快篩世纪 希望可以达到每个月四千万剂的目标 民众除了可以自行购买指挥中心也公布 全台619间发放公费快篩世纪的诊所 不过公费快篩世纪领取是有条件的 民众出现呼吸道等症状 必须到名单上的诊所就一挂号后 医师看评评估后才会发放快篩世纪 不会提供免费领取 确诊连环报超商跟药局接连 埋不到快篩剂 但18号下周一才有公费快篩剂 周末几天的空窗期该怎么办 陈志中说药局供货比较少 超商应该还有 建议民众跑远一点的超商试看看 指挥中心也会再跟工艺商了解状况 疫情尚未趋缓快篩世纪埋不到 民众就怕筛检赶不上确诊速度 心里闷得慌 TVBS新闻终于轮流会与台北报道